TVBS 無線衛星電視台 現在為您播放的是 2100全民開講 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 2100全民開講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很多人在講 江儀化接受非常多的訪問 然後都在談經濟 我們這一季的GDP 只有1.5多 好像比政府那時候告訴我們的3點多 差了一大半 到底怎麼回事 台灣怎麼再去救活此刻的經濟 而不是如江儀化嘴巴手講的 現在叫做悶經濟 我們今天請來的來賓 沈陸雄 沈大佬 大家好 邱宇委員 大家好 王鵬威 曹白 田大前 大家好 高超 大家好 是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在這一波 大家講的悶經濟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是不是在悶的經濟 大家不肯消費 乾脆來發個消費件 也有人這樣主張 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 母親節前夕百貨季優惠 就怕買氣帶不起來 主機總處公布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 從去年第三季預測百分之零點七三 到第四季的百分之三點七二 今年首季出爐掉到百分之1點五四 大幅下修百分之1點七二 比腰斬還糟糕 出口部分表現比較差的 包括是資通訊的產業 還有機械以及石化等等 原本經濟會樂觀預估 保三有望 這下連保二都破功 很傻眼 最大的意外是 民間消費為什麼會少掉這麼多 在一些其他的月的指標上面 雖然看到它有些輕微的波動 但都沒有辦法足以顯現 說這個消費為什麼會少掉這麼多 內需消費疲軟 連官員都訝異 主機總處指出 外需大陸歐盟經濟疲弱 國際景氣復蘇不如預期 民眾薪資沒有增加 消費意願便保守 加上日幣貶值 日貨便便宜 台貨更難賣到國外 而近期新台幣接連升值 週二更到了以29.7元兑1美元 削弱台貨國際競爭力 如果大家感覺到有一點懵 那麼其實發消費券是每個人都會贊成的 餐廳老闆喊話希望政府再發消費券 因為2009年因應金融海嘯 政府撒了830多億台幣 提高了GDP0.3到0.5個百分點 但官員認為消費券只能偶一為之 要提振經濟成長率還是得看國內消費復蘇力道 TVBS新聞陳佑祥陳宣如 SNG小組台北報導 大家看今天會主委管中銘所講的 就是消費力大家不肯去消費 今天各大報大家看江儀化 都是他的專訪聯合中時 你看蘋果然後經濟日報工商時報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剛剛管中銘講出一個最深切的問題就是 大家不肯消費他都料想不到 你如果再看剛好中國的五一 中國的大媽到華爾街去買黃金買了300噸 到香港裡面香港那些黃金也被買光光 香港人講黃金粥一購完香港的黃金通通不見了 因為都被買走了 昨天他們最後一天到我的故鄉金門去掃奶粉 掃光光 然後進去大家切切私意去賣場裡面 然後告訴店員說這些東西我通通要 他們說一句話說賣場如戰場 通通把它掃光光 人家為什麼有那麼高的消費力 我們台灣現在管中銘所講的 為什麼消費力沒有 我們現在看 所記的GDP只有1.54 和政府告訴我們的 肉差不是很大嗎 沈大老 其實大家會感到震驚或者是錯愕 是因為我們原先的預估稍微偏高 就3點多 這個不只是我們的主記處 這個包括中金院 台金院 保華 還有所有的外資 其實預估在3以下的是少數 大部分都在3以上 甚至有人說可以破4 所以現在就剩下1.54 當然這個落差是很大的 不過我必須講 我們也要看看其他各國 所以我準備了一個資料 不妨請大家看一下 上面這4國是我們的所謂四小龍 下面4國是我們的醫師父母 我們賣東西就是他們在買 你看我們去年的最後一季 我們最好 只有我們破3 我們3點多 其他那都不好 所以大概這個3點多 也讓我們預估今年的第一季 也不會差到哪裡 但是你看我們今年這一季 今年的第一季 你看這個南韓也只有1.5 所以他們原來1.5也是1.5 你看新加坡變成負的0.6 所以當全球都不想買的時候 你怎麼賣給人家 都沒有買手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不是很訝異 大家責怪政府的就是說 你講3點多好像也沒有警覺 如果已經不好了 你為什麼不提早 稍微給大家提醒一下 所以你看這個兩個的落差 其實都是負的 我們的負的是比較多 先進國家就買我們東西的 也好不知道到哪裡 你看這個是1.8 美國是持平 甚至有一點進步 但是美國的進步 原來都是來自房地產跟汽車 政府丟很多錢下去 你看中國大陸也沒有進步 他們也是幾乎是少了0.2 所以這個全世界都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是其實還可以 我們的消費力是我的想法 現在很多經濟學 都很多理論 像柏南克就說儲蓄太多 大家聽不懂 都沒錢了 還是儲蓄太多 其實他講的是日本跟德國 我認為全世界的病都一樣 我們也不例外 我認為這個病正在哪裡 就是說需要花錢的沒錢花 有錢可以花的不想花 或者不敢花 或者不願花 這個是有錢人 有錢人或者是企業 企業他們沒有看到 第一根牙的時候 他們不願意施肥 沒有看到第一隻鳥的時候 鳥籠不願意搬出來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好好討論的 前面需要花錢的沒錢花 我跟管宋明的看法不太一樣 我覺得其實我們這些 就每個月勉強平衡的這些人 其實這一段期間 通貨膨脹也沒有上去 還有大家薪資就沒有成長 也沒有下去 所以手上的錢 其實跟去年第四季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也是 大家感覺說真的前景不好的話 大家捏得比較緊 所以我基本上來講 我認為這個地基真的是不好 這沒有話講 但是不能過分責怪政府 政府只是警覺不夠 沒有提醒大家 但是我覺得整年下來 我覺得飽山應該是沒有問題 對 那你認為是需要錢花的人比較多 還是有錢可花不想花的人比較多 這個你要看是人頭還是總額 如果你看人頭那不用話講 當然是低總人比較多 但是要講效果 你要看 我覺得 那我就給你看第三章好了 我覺得第三章是這樣 我們的上半年 其實不要拚出口 因為沒有人要買 你出口 這個也算期間就是說 大家都衰退的時候 你不要讓市場被別的國家佔據 所以大家一起衰退的時候 我們不能比南韓衰退得多 但是這段期間我們是要投資的 民間也要投資 政府也要投資 這個今天降義化的講法 我是同意的 但是政府沒有太多的錢可以投資 那下半年大家回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才拚出口 所以這個時候台灣人說幾句話 就是說蠢蠣甘水過年 你聽到嗎 你金錢 有啊 有啊 這也很久前幾時候也講過 真的喔 這時候可以甘水可以這樣米條的時候 當春暖化開的時候 當春暖化開的時候 你才是浩瀚一條 你現在如果不甘水 你夠死的死人 對啊 要人棄人森 意思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叫燜經濟呢 江一發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產業沒有升級 所以變成薪資也沒有辦法提升 那大家就變成我們的失業率 就一直維持在四左右 那所以台灣這些年就 經濟就一直停止不前 這個叫做燜經濟 這是江一發最近 他在一些場合裡面講的 創出了一個新名詞 那所以今天很多媒體都去訪問他 他就開始講 他下來大概有哪些作法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大家不肯消費 大家不肯消費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時數沒金差不多 點出了問題的癥結 如果政府像去年 去年大家記得九降風 也就主計處的預測 連續往下調降了九次 叫九降風 政府的預測如果都不準 而且總是預測往下調整 當然民眾就會保守 因為政府是所有資訊的 來源的統籌處 所以政府的預測不準 連續往下調整 民眾就會感覺到恐慌 一有恐慌就有不確定感 一有不確定感 消費就保守 有錢也不敢花 沒錢的也盡量節約 熱情腰帶 這才是一個最關鍵的一個問題 那今天呢 二月的時候 現在比較嚴重是二月的時候 主計總處預測 政府預測3.26 現在只有1.54 比腰斬還要糟 那原因何在呢 原因何在兩個主要的因素 分析裡面的結構 第一個 出口遠遠比預期要差 第二個 民間消費 也比預期差很多 大概各佔一半的因素 可是出口在二月的時候 你說有沒有一些苗頭可以預警到 這就是時數為說要建立預警機制 你如果趕快預警到 趕快做調整 民眾會覺得政府 能夠趕快的即時修正 所以民眾對政府有信心 消費就會起來 二月的時候基本上 日本的安倍晉三已經做首相了 已經推動所謂安倍晉力學了 已經在日元大幅度貶值了 亞洲的貨幣很多在禁貶 所以日元貶值的因素 二月的時候有沒有苗頭 有 中國大陸的經濟國五條出來之後 他經濟沒有預期那麼高 也可以預期 歐債的問題雖然比較穩定了 但是並沒有解決歐洲的復甦 沒有比預期好 這個也可以二月的時候也知道 為什麼沒有即時做調整 另外一個 消費的問題 消費不振很明顯的是因為 失業沒有改善 很明顯的薪資沒有提高 好 更重要的是 你這個環境裡面不確定感 政府沒有讓民眾的不確定感消失 政府沒有讓民眾有消費的信心 所以大家有錢就不敢花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跟剛才講到悶有點關係 但是除了悶之外 要提到政府如何提振人民的信心 讓人民敢花錢 對啊 其實江儀化他今天的專訪 我們等一下後面陸陸續續會談到 我們今天是整個系列的來講 江儀化他有談出他的辦法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我們還會來問來賓說 到底江儀化的講法可不可行 但是對於這一次首季的GDP腰斬 他們覺得很意外 管中平說這個數字有些意外 三內出口表現不好時 我還認為有可能是倒三 因為完全沒有意料到 民間消費這一項會少這麼多 然後江儀化說他也出乎各界意料 不到三 且離之前一估的數字還有一大段落差 除了出口沒有成長順暢 民間消費有一定程度萎縮 這是警信 張家祖說第一季不好 不見得會一直壞下去 他是鼓勵性的 然後時數沒錯 我們的資料是相關部位 在不同時間點提供 三月相關指標確實是不如一期 其實也都承認 但是部位兒童提到的 其實最主要也是消費 紅衛 沒有 其實剛才就如同Sanara提到 就是我們第一季的經濟成長 你說我們表現非常差嗎 其實不盡然 因為我們如果跟其他的 我們的一些競爭對手 包含南韓 包含新加坡 我們並沒有特別差 但是為什麼這個數字 我們大家為什麼這麼shock 因為連包含我們的行政院長 我們今天會主委都告訴我 他很意外 像他們都很意外 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那就更加意外 因為本來不是告訴我們很好嗎 因為大家本來很期待說 今年的經濟的表現 能夠從去年可以做一個翻轉 可是沒想到 第一季就踢到鐵板 而且一下腰斬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大家對這個感受那麼深刻 剛才像那個也提到 像管中平說 他對於民間消費 他實在是太意外了 怎麼會這麼差 可是如果今天看 我們講說如果是悶經濟 還有這個 悶經濟最主要的是需求 需求很悶 這個需求包含 就是國內的需求跟國外的需求 國外的需求 真的是一個受到國際基金因素影響很大的 你想想看 一個iPhone5賣不好 我們整個的蘋果家族營收 我們的那個獲利全部都受影響 這個沒有辦法 好 國內為什麼 剛才都提到 它有幾大因素 第一個就是年終獎金縮水 因為在去年實在的經濟太不好了 所以很多企業年終獎金縮水 年終獎金拿得少 大家就不想消費 第二個因素 這個其實我覺得政府有點難辭其咎 因為在去年要實施的時候 多少人苦口婆心 但是政府都告訴我們說 不會受什麼影響 現在告訴我們會受影響了 就是證所稅 其實證所稅還沒有真正苛徵 可是使得我們的整個的 股市的交易萎縮 交易萎縮 那大家就開始 就信心也受到影響 也不敢消費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剛剛提到的日元貶值 日元貶值 所以這幾個需求 這個悶需求 它所造成的這些因素 是不是真的讓我們政府 這樣措手不及呢 我不認為 我還是認為政府本身 還是有點掉清心 另外我想提一下 今天各報幾乎一致的 應該是一般行政院長的專訪 幾乎都是全部安排好的 因為我們的江院長 他上任也將近百日了 因為他在2月18號開始就職 所以通常你將近大概 接近百日之前 都要提出一些願景 提出一些就是開始接受專訪 這麼重大的日期 是提早就已經決定了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決定的日期呢 是我們發布經濟成長率的數字 就經濟成長率數字這麼差 然後我們的院長 接受所有媒體的專訪 那我有很仔細的看 那大家都知道病症在哪裡 那麼我們院長 我們未來行政院 他的要方在哪裡呢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標題都滿空的 你沒有看到什麼 很具體的東西 大概唯一經濟日報找了一個 這個要擴張性的財政支出 那你知道嗎 老講我覺得這有點漏氣你知道嗎 就是說第一個 你沒有辦法掌握經濟成長 你這個下修 沒有辦法掌握在先 好 然後你安排了 你的行政院長接受專訪 然後你提不出一個具體的要方 讓人家更是一頭霧水 就悶葫蘆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不是說悶經濟 悶需求 連我們的經濟要方 都感覺是在悶葫蘆的狀態了 對啊 其實為什麼 我們經濟一測 本來這一季應該是3.26 那實際出來的公布就是 剛剛洪偉講就是在將院長 剛剛訪問 1.54比3.26還不到一半 那大家才會覺得非常意外 可是不能用一季意外就解決掉 今天立法院有人問 主機長問石樹梅 他說你的經濟成長率 預測為什麼偏離這個數據 石樹梅說民國98年發生金融海嘯 預測以統計結果差距是6.89 百分之6.89 這是因為出口跟民間消費表現不佳 下修低劑經濟成長的數據 那曾經會就問他說 好 那你會不會再修正 石樹梅說4月蓋估的統計 5月是公布初步統計 那李貴明就問說 那你原來的3.26的 你的根據是在哪裡 石樹梅說 2月份發布預測的時候 國內外經濟氛圍的確好轉 如果環球透視上修全球經濟成長預測 全球主要股市市長 台股也逼近8千點有很多指標 所以那時候是很多指標 大田兄 你說意外 台灣老百姓可以承受幾次意外 開玩笑 這不是開玩笑 如果這件事情有真的那麼重要 你可以錯嗎 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那麼重要 今天就在3點多 如果老百姓還是無感 你8也無感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回來去檢討說 我們發展這一套的這個預警機制 然後重點是怎麼樣 就是剛剛洪偉講了嘛 然後呢 我們要看的是然後呢 然後怎麼樣嘛 還記得一件事情嗎 200多天之前 8個月之前 有一件事情叫做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對不對 我們節目也做很多次討論 那時候不是洋洋傻傻閒了 什麼五大方案 什麼幾十項中長期 什麼短中長期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節目也在討論 有沒有效啊 台灣經濟等不等到那個時候 那時候講的也是 那不得了 我們以後一定會做什麼都做 怎麼樣 現在想要經濟動能方案 老百 觀眾朋友 你還記得什麼 我只記得四個字叫炒船借借 其他我完全忘記了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想 這怎麼一路悶下來的 我們節目其實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快過年之前 我們剛剛講這個 這個江湯長上來之前 過個農曆年 公部門把所有的尾牙都拿掉了 對不對 我跟邱委員 我們兩個還坐在這邊 表演吃尾牙的樣子對不對 就是說那個時候經濟沒有那麼差 大家不要那麼怕 經常去消費 我們那時候什麼嫡化街 還要賣很好 如何如何 怎麼悶下來的 不就那個時候一路悶下來的嗎 過大過年的心情好好的 你把尾牙都拿掉了 然後就好像仇雲產物對不對 一百天這樣下來 然後你看這幾個月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看這一百天發生什麼事情 北韓要打不打我們好像也有事 H7N9我們好像也有事 反正所有全世界 塞伯洛斯也跟我們有事 怎麼樣 然後塞伯洛斯在哪裡 我們股票要死不活 我講一個事情 有這麼多的 其實這樣講回來 我就幫房地產講話 現在為什麼其實很多錢 都進到房地產 因為我不知道該去哪裡 我覺得其實 其實我必須要講 很多老百姓觀眾朋友 他希望把錢放在房地產 10% 如果你股票好 一根停板就7% 誰要進房地產 然後今天要進到房地產 你看兼商吧 你看黑心吧 你要又怪房地產的事情 重點是你要老百姓 明天太陽在哪裡 我不知道 我知道自己拚經濟 所以到時候就是一直惡性循環 對啊 所以這個悶 是不是真的是全民大分勾 院長講是悶經濟 民眾可能就像剛剛大前所講 有人有錢 他乾脆就放房地產 有的是想花錢的錢 的人沒有錢花 就剛剛沈大老所講 那江院長他當然今天 做了非常多訪問 這個訪問他的解決秘方 到底等一下我們會討論 但是這一波 管中平他們所講的 到底有沒有把它解決 我覺得這個黃金交叉 這可能變成一個歷史名詞了 不管他今年經濟成長 你有沒有保三保四 政府在喊出很多的政策的口號 不要喊太早 剛剛都提到 誤差率會到1.72 原本是3.26% 現在變成1.54% 這誤差率會到這麼高 請問你政府的公信力 外資要來投資很多的經濟的指標 都是靠你主計處的指標 我請問如果是現在 大家現在最厲害的是東協那幾國 東協那幾國的經濟成長率 都6到7%了 我說去年甚至有到過10%以上了 我們如果政府連第一季 連一季的所謂的政策的指標 都誤差到1.72% 天啊 這個主計處可以關門 是不是可以關門 是第一個重點 我們知道整個GDP的結構是 消費 投資 政府擴大支出 跟出口進口 今年的第一季 大概出口增加4.84% 消費 民間消費只有增加0.35% 換句話就是說出口不只是疲憊 民間的消費是停滯的 是停滯的消費 為什麼停滯消費 我們現在又自己設一個門檻 我覺得政府像很多政治要設一個門檻 比如說19004期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調整必須要在一個條件之下 比如說GDP小一事 失業力大一事的時候 我再調基本工資 很多薪水薪水 基本上政府還有很多天花板幫你蓋住 你就很奇怪了 基本工資好 我們講說現在之前主計處有調查 去年整個大概最新的數字在 300萬有人口 大概每個月3萬以下的收入 有300萬人 這些人我請問你 他去哪裡消費 好 但是剛剛大決雄提到了 有錢很有錢 有錢的話他基本上就跑去什麼 投機了 他從投資到投機 所以沒有錢的人他沒有辦法消費 有錢的人他不做投資 他做投機 好 我們政府要去業制投機 證手稅 證交稅 我剛才提到了 我們的證交稅原本應該是基本上 是大概1200億左右 去年證交稅他收到500億 一半好 我們的證手稅 證手稅本來預估是200億 也達成率不到 稅是什麼 是投資的成本 你認為很多的稅部分 人家的成本很高 所以我總結一句話 我總結一句話 政府的公信率基本上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我們一般人對於不只他 對於所有的高層 基本上都打一個問號 對 但是江儀化在所有媒體 在訪問他的時候 他講他一個月之內 他會有提出他的對策 那這對策到底是什麼 裡面還有非常多的講話 剛剛洪偉講說那也只是標題好看 很空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討論 我們可以看到江儀化 他今天接受各媒體的訪問 提出了他將來打算怎麼做了 他說明年度會採扣章型的預算 我要打破問經濟 那當然 江院長 我相信沈大老你也看了今天收的專訪 他提出這個到底可不可解 對 我覺得江院長今天所提的解方 這個處方 我認為每一個字都正確 都對的 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跟他說 你這個講錯了 但是問題是這樣 擴張型是相對於緊縮的 相對於尊潔的 那歐盟都是尊潔的 尊潔的要大家喊喊叫 那歐盟的財務狀況 國家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需要尊潔 所以擴張是對的 但是問題是擴張的規模 小規模 大規模 中規模 那這個時候 我們政府其實手上沒有多少錢 就只有交了利息 給各位的薪水 所剩下的錢是有限的 還有現在擴張 你看日本擴張最厲害了 但是日本要把通膨提到2% 他不但沒提 反而掉下去了 美國也放了很多錢下去 但是除了房地產以外 其他也拉不上來 所以你看這個跟古典經濟學的想法 是不太一樣的 古典經濟學是說 錢放下去 通膨就上來 就大家感覺就不錯 像吃雷骨村這樣 現在錢放在家裡 不一定去找的地方 大家要嘛去房地產 要嘛去股市 要嘛去找一個地方躲起來 所以這個政府要擴充型的時候 要想想這些錢 要放在對的地方 不要像前幾次行政院 叫孝林均去抄墓碑 抄墓碑也給錢 我覺得那樣的做法 就表示說政府沒有想法 而且做法是錯的 對 但是因為最近也有人提出說 大家不消費就來發消費件 對不對 也有人提出來 這樣子啦 我剛剛大家看一下就懂了 GDP有四個成分 消費 投資 政府支出跟出口 因為現在出口我們幾個市場 外銷市場都不振 所以出口不能寄 寄望太高 那民間消費又因為薪資低 失業嚴重 大家消費沒有信心 這個也低 那投資呢 因為政府的預測不準 所以投資也越來越保守 所以唯一的政府能夠做的 就只有政府支出要擴張 所以僵硬化講的方向對不對 方向是對的 也就是說政府要採擴張型的預算 由政府來帶動整個經濟的一個需求 讓剛才宏偉講的燜需求 能夠變成把突破這個燜鍋 好 可是問題是政府的錢哪裡來 第一個是政府的錢哪裡來 我告訴大家 如果依照現在的公債法 你要舉債上限 政府只有多少空間 4600億 只有4600億 如果台灣要買66架的F16CD 要170億美元 要6000億 連這個都不夠 你說政府有多少的錢 可以拿來執行擴張型的預算 所以錢從哪裡來 這個是政府必須解決的 我覺得就是說政府最好 採取一種所謂我出一點錢 然後誘發民間跟外資能夠多投資 這個方法比較好 但是政府要這樣做 政府必須讓外資跟國內的企業 對政府有信心 對台灣經濟有信心 你才做得到 對啊 但是其實民眾大家最有心意 大家剛剛看 訪問網品牛排的老闆 他說發消費券最直接最好 這樣一話 認為說還不到啟動的時候 管中平說不能天天吃 消費券發了天天吃會拉肚子 所以你看 其實大家都各有講法 而且各有顧忌 鴻衛 沒錯 因為消費券是一劑猛藥 這個猛藥就像就是說 你要常常吃的 你可能吃的越來越重 而且對政府的財政能不能夠承擔 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天各報都專訪了江一華 我把這個所有的藥方 其實各報大概都提出一些藥方 我稍微整理一下 剛剛提到就說 大家說消費券好不好 像很多業者說發消費券 他說No 因為這個財政不行 然後安倍經濟學好不好 安倍經濟最主要就是說 你就是擴大你的通貨膨脹 然後最主要變支 他說也不行 因為安倍經濟他說像台灣論 你說說我們現在要提高 我們通貨膨脹率 我們一定被罵死了 大家一定嚇死了 這個時候不能夠再被罵了 然後財政支出 就是擴張型的財政支出 但是擴張型的財政支出 你要怎麼樣的擴張方法 我今天看到了一段文字 老實講我覺得講出來 就是很小咪咪 他就說因為我們102年度 今年度我們中央政府 總預算是1.9兆 1.91兆 那麼我們明年 明年可以把它提高到2兆 多少 這可能不到1000億 然後這不到1000億 要放到哪裡去 我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我老實講 我個人看起來還是比較空泛 另外一個就是也有人問到說 那證所稅 你不提到了嗎 現在證所稅搞到這個股市交易 都很萎縮 所以也影響了消費 那他說可以討論 但是我認為江英化目前 應該不至於說 把證所稅又全盤的推翻 因為這個可能又是一個政治風暴 說實在 這一定又是一個政治風暴 其實我們的經濟 我們都知道病因在哪裡 但是可不可以提出處方 我必須說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多的處方事實上 他一定有任何的藥物 都會有另外一個併發症 就像安倍經濟學 大幅的貶值 通貨膨脹 他能不能刺激消費 當然能刺激消費 今年第一季 日本人很敢消費 因為想想說 哇 通貨膨脹要起來 我們趕快去花錢買東西 結果他的消費支出成長5% 日本已經悶了很久 突然消費支出變得很好 但是有很多人說 那這樣的一個安倍經濟學 真的能救得了日本嗎 所以有時候真的就對於經濟 要不要對症下藥 然後你的藥下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是要比較一個成熟的考慮 那我只覺得別可惜 在這次這麼難得的一個 全部媒體的專訪的過程裡面 我看不到一個太具體的藥方 對啊 其實這個也就是大家擔心了 然後有些名詞 扣張型的到底扣張到多大 不知道 你好大 我好怕 這個很難講 然後你寫安倍 安倍說我的核四通通要再啟動 為什麼不寫安倍 所以大家都是選擇性的 但是這一波讓國人更有感覺的 你除了興利 現在他提出了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用之外 還有一個儲弊 大家看最近我們政府裡面 有些官員他的弊案 都讓老百姓感到非常灰心 那馬航九雖然很清廉 但是他的官員如果要貪的話 對政府的效能來講是很大打擊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討論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在興利除弊 應該是政府的重大政策 江宇發院長今天 接受各大報紙的訪問 那當然我們看到 國內現在有一股外風 這外風認為說 很多官員都在貪污 江宇發他做了非常多的指示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今天媒體也寫了 防灘江奎要清查官員的身家 他怎麼講 他說他要求法務部長曾永福 發動各部會的陣容人員 廉政署還有調查局 前面清查官員的背景 限期將調查結果向他報告 江宇發說 雖然對閣言很不敬 但必須防萬到官員的涉貪風險 其實我們知道 在這一波的行動裡面 因為剛好有個林醫師這個案子 前面也有國民黨一些涉貪的 包括李朝青 這些行政官員的涉貪 在媒體放大之下 當馬昂有去強調清廉 這個對民眾來講 它是一個壞的影響 高朝 我覺得這一次是這樣 江宇發他像是用連坐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講這三級的主管機關 如果說有人貪賭 那是他的上面的二級的主管 就是連坐 簡單講的 如果是一個派出所的一個所長 發生這個操守有問題 分局長 另外督察長全部都要連坐 好 這個是他要求法務部政風 法務部部長曾永福 全面的去調查身家 看起來這個單子應該在一個 比如說在一段時間裡面 可能會清查很清楚 這就叫什麼 抑制政府裡面的這個歪風 你看小董提到歪風 因為林議事包括 還沒有這個判決的賴素爐 還有其他的李朝青 還有這個都是國民黨籍的 這個是連連的重標 所以人家說北素爐 什麼中朝青 什麼南議事一堆的 感覺上大家都用口頭禪 用幾個人來把你所謂的國民黨 全部形容都這是一個貪圖 貪圖的一個什麼 腐敗的一個集團 對於選舉來講不得了 我覺得現在未來的選舉 包括這個最近的黨主席 馬英九黨主席的選舉 眼看520就要領那個標了 大概在7月多的時候 就要開始投 連茶壺裡的風暴已經燒到黨來 所以從黨政必須要一定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立竿見語的什麼 快刀斬亂的一個方式 當然我們就希望說 這個是有立竿見語的之效 否則民調下馬英九民調 不只是13%了 我剛剛提出一個數據 是一個很簡單的數據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不談政治的問題 但是各位也沒想想看 各位去看看 李登輝執政的時期 DDP總平均是6.6 陳水扁主政的時候4.4 馬英九到去年為止 他大概2093了 我們其實不把經濟 當成政治的東西看 可是很多數字將來會政治化 很多貪賭的事情 本原本是個案 也可能什麼 變成全面的政治化 對 但是這一波裡面 因為國人也知道說 我們的經濟是靠外銷 外銷你現在剛剛 我們在前面兩段 都已經提到了 現在整個世界的 它的大環境不好 所以你要鼓勵國內內需 要盡量來消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速貪 有沒有什麼成功 或者讓公務人員不敢貪 其實這些都應該有一些成就 我不曉得大前你們在業界 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其實我說其實我們都用 我們政府常常會用很高的成本 去換一個招牌 但那個招牌好像沒有拿到 我們想說司法改革 馬英九的清廉什麼各方面OK 但是我們已經付出多大代價了 對不對 這幾個 剛剛高超講的這幾個全台灣 一樣 我覺得其實 還有一件什麼事情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叫司法正義 我們講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加兩年 帽子多大 開玩笑 什麼正所稅 遮止稅 把房地產打趴了 無所謂了 打趴就打趴了 但我們先講一下正所稅 去年正交稅少了500億 今年如果再少個500億 那就是1000億 我們1000億買到公平正義沒有 現在買到了話這錢小錢 對不對 有沒有買到 好像沒有嘛 那又不能休 不能退 那這問題就來了 就變得是有點豬八戒了 你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那到底怎麼辦 硬著頭皮繼續做 要做到今年一年之後 然後我們財政部長說 對不起 經過一年的實施之後 發現沒有效 所以我們決定退償 那幹嘛呢 大家幹嘛要去再搞這8個月呢 我要說一個重點 其實我覺得自己心情有點差 其實怎麼講 其實大家都說GDP很差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日本富士山要變成世界文化 世界遺產 對不對 日本人把他當聖山 你又要講 台灣這兩年的觀光不錯 台灣觀光已經占到GDP的5%了 什麼意思 如果說今天這一點多的話 如果說觀光都不能拿掉的話 我們就是minus 負好幾%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把 台灣的觀光品質做好呢 你剛剛講那些大媽在買黃金 怎麼不到台灣來多買點什麼呢 這些才是拚有感的感覺 對不對 庶民經濟 你不要跟我談太深的經濟理論 但是你要讓他刺激消費 我們自己不買 這些大媽來台灣買黃金也很好 對不對 我覺得這些才讓人 有點感覺快樂 不要悶嘛 對 其實大家都希望說 有非常高的消費 那消費讓整個市場活肉 這是的確的 包括股市沒有活肉 然後包括大家看了整個國內的內需 他的那個也沒有活肉 這些都是一些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提到了 就是民眾的觀感 先不要講經濟面 這些樹灘的成果你會滿意嗎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討論 江儀化這一波到底有多少人滿意 馬上回來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波的貪毒事件裡面 江儀化接受媒體訪問 特別講他要清查官員的身家 他說雖然對閣言很不敬 但是必須要防萬很多官員 他有涉貪的風險 裡面還提到了 他說為什麼警察局 其實警察局也是貪的要死 他說警察局有連奏 部隊也有連奏 部隊也是外國取刷 我真的講 大家看部隊的新聞 就是前幾天打牌的 大家不是討論嗎 護艦長不是在打牌嗎 那部隊有什麼好講 但是他有連奏 有連奏好像也在案發生 但是你如果沒有一個連奏 讓你的長官去緊盯部署 搞不好還更嚴重 我覺得江儀化這一招 是用錯方法了 真的是眼高手低 捨盡求遠 其實你去做什麼 連能檢查 你為什麼不回到主軸上面來 也就我在中常會跟馬英九提過 馬英九當時也同意 說馬上要處理的 那個叫財產來源不明罪 財產來源不明罪 財產來源不明罪 現在是上面有個 有一個傘把你遮起來的 你這個人要貪污罪被調查 列入爭執案 你才交代財產的來源 所以搞到今天 林議事才成為財產來源不明罪 第一個案例 你本來就應該法務部趕快修法 趕快落實財產來源不明罪 就跟俄羅斯的普丁 現在做法一樣 你落實財產來源不明罪 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 不相差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你入罪 但這樣的情況 這些官員自然就 自然他的貪污行為 他的貪腐行為就會現行 這個才是回到法治變的 根本處理這個問題的辦法 對啊 其實他貪污 大家都很分開 過去為什麼貪污比較少 因為過去貪污抓到要槍斃 真的在槍斃 蔣經國老蔣實在槍斃 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現在貪污的人 住的地方243坪 每天家屬無限自來回客 貪污 貪污有什麼了不起 社會上對這個 如果不太在乎的話 然後再來講東講西 但是我們看江一話說 我現在已經發現官員社會 我要不要連做處分 很多人講說長官要督促 很多人來當政務官 已經很賣你面子了 你還要叫他去督促 那些他所不認識的人的操守 那他怎麼去拚經濟 而且有專業的人 他根本就不了解那些長期做公務員 貪污的手法 江一話這番宣誓跟啟動 這樣的一個做法 是對民間 對社會 就最近的重大變的一個交代 但是我實在不同意 也不認可他的做法 因為我覺得這是無效的 而且是很奇怪的 要怎麼才有效 你要去查人家的身價 好人就不愛做你的保障 你要跟他查官刀的身價 連警察院的財產公布 他們都認為是不願意做部長的一個原因 然後你現在在查人家的身價 我就是很奇怪了 我同意剛剛邱宇講的 你就把財產不明 更加把那個傘拿開 還有第二點的江一川這個做法 等於間接否定廉政署的功能 我現在認為 而且中央各部會 這些高級的首長 貪污的可能性其實不高 我覺得台灣的弊病是在地方 在民意代表 在縣市首長 我剛剛說行政院如果有心 要做這個事情 應該去研究一下 叫研考或是叫專責單位 去研究一下過去到目前為止 譬如說最近五年 這個貪污大概集中在哪些單位 用怎麼樣的手法 是哪些人 然後集中力量 譬如說數字警察局 民間都講警察 還有譬如說消防隊 還有譬如說某某單位 去集中 然後去專門去處理這些人 給大家一個感覺 你現在說普查每一個人的身家 還有連坐 連坐也無效 林醫師要連坐誰 賴蘇如也要連坐誰 我覺得這個就奇怪了 所以這樣一話 我同意這個是研考守第一 沒有效果的一個做法 對 但是你看他裡面怎麼講 他說包括 他說他在內政部的時候 他向部長在內所有司長 都要求證農處全部去做 他還擠他內政部指探 他說一次每個人都有一份 三到五月的內資料 內容包括是有人提早下班 公余經常去應酬 有些報告連集中所長 開會愛開玩笑 後在部內人員好不好都有 他說有些人喜好 飲宴 他可能有潛在的 潛在的貪污 這個我更不同意了 對 因為如果太鼓舞這樣的一個風氣 最後大家不務正業 大家都拼命寫黑函 我看我這個長官不順眼 我就給他寫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政治的宣誓 要不要有政治的宣誓 我覺得在此時此刻 這樣的一個氣氛 還有連續的貪獨事件 我覺得需要 你沒有決心 你還要怎麼樣 你就是無所謂全部交給司法 司法又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我覺得倒是要有政治的宣誓 但是你該怎麼做 我必須說像佳英華講到 內政部長的時候 黃紀敏 那時候佳英華回應是說 他早有聽說 他說甚至連料料理給他交界的時候 他都就講到這個事情 我請問你 當時你們怎麼處理 最後還不是檢調 收收出黃金 收出他的洗錢的資料 才能夠辦他 這已經時隔好幾年 而且他已經退休了 對不對 他該貪的也貪了 然後造成了這個政府的損害 也造成政府的損害 其實我必須要說 其實我們現在 包含我們的政務系統 我們的官僚系統裡面 很多大家都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我們過去碰到很多的官員 他明明住那個豪宅 他一輩子的薪水 也埋不起那個豪宅 大家都知道 可是有人會去舉發嗎 有人會去質疑嗎 他照樣升官 照樣被重用 很多人是這樣子 他的子女被安排到 一些私人的 或者是一些萬商公司的 然後他就是所有的子女 都安排非常高的職務 賺很多的所得 這是另外一種 事實上這是另外一種收買 就是其實 你今天講 在講說怎麼樣速攤 我認為你必須要有這個決心 宣誓是對的 但是不要本末倒置 搞得到時候都是黑韓文化 我覺得是得不償使 對啊 法務部長曾永烏 已出驚人 有一個檢察官涉攤 我們現在已經掌握非常多的資料 永烏兄不止 你們還有一個檢察官 昨天才供出來 我每個月收那個20萬 陳奕貞高檢署的檢察官 昨天還有 但是曾永烏說 政風目標是疫情重於揭蔽 絕不會仰案 並要求政風人員 適時提醒公務員不要處罰 強化疫情機制才是根本解決 貪腐之道 大鐵兄 你們在業界 講得真好對不對 你說好像很多事情 我們在業界大家都知道 奇怪 怎麼長官們都不知道 不要少來這一套 我們現在講實在 在業界很多事情 你不送錢事成得了嗎 如果今天送了錢事成得了 大家彼此都摸一摸就算了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是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要去花很多力氣 去做很多形式上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用 其實剛剛 董哥你不講嗎 其實哪些有多黑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我們在業界 這問題怎麼辦 它就是一個生態 你不這樣做怎麼辦 我今天有人買 那一定要有人賣 否則這交易 這是不是個生意對不對 你說台灣有這麼多 不要講說建築業 說土地 法規 所有的東西 我真的講就是賣來這頭 對 剛剛沈陸雄審到老 他提出幾個行業 譬如是警察 可能很單 土地的 土地建築這一些也最容易攤 都市計畫變更 這個最容易 消防 消防收黑錢的特別多 為什麼 因為他負責公共安全 他去跟你檢查 你這個不合 塞個紅包就通 所以有非常多的 沈大佬剛剛也建議說 其實地方是貪的最厲害 地方 鄉市民政代跟那個掛鉤 然後地方的議員 然後縣市長 這些東西掛在一塊 然後大家拚命撈 但是這種風氣 當然你一定要有非常大的 檢察官的力道 進去才有辦法 我覺得有沒有這麼多的人力 當然這個就形同於說 每個旁邊都是你的眼線 甚至是說整個政府機關 變成一個什麼 狗仔隊 才有辦法去處理 就是先說要放出一些 狗仔隊出來 過去法務部裡面 包括有些檢察官 法官 如果操守不好 有一個陣風狗仔隊 確實是有抓到了 但是你如果行政部門裡面 剛剛最重要是回歸到 所謂的地方派系的話 怎麼可能 我們現在講中部有幾個 譬如說南投 或者其他幾個新竹 尖山鄉 那個鄉長不是之前被派行嗎 是豆腐渣工程 那個水泥本人家 這個阿姆陀佛衝那個後 就非他偷工減量 有一些東西是在喬事 這是林醫師裡面 處理的事情是說 他在喬事 我們只要問 立法委員裡面 你喬事是幾個 好 每個都要抓嗎 這一次大概林醫師是這樣 大家有點怕 但這一次當然 我還是說有肯定說 僵儀化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現在不得不這一刀下去了 如果說蘭素如假設 未來的宣判有餘力的話 或者說林醫師二審 在高院的時候 或者在高院的時候 最高法院的時候有180多的轉換 我覺得對馬英九的這個聲望 是非常的不利的 對啊 但是因為你剛好 最近這幾波 剛好又跟馬總統又非常精進 包括林醫師 包括賴斯汝 然後李陶欽 國民黨中部很重要的 重要的對不對 然後卓伯元的弟弟 中張投 你除了台中還沒有出事 你看 大家看就會覺得說 你到底在搞什麼 那這一些林林總統加起來 你就對他的形象 臭傷就很大 我舉個例子 以前我們醫學院收學生 評考試 現在說你這個人恐怕不適合當醫生 所以現在官員我覺得會不會談 有些人本來是好人 但是他進去了 站在那個位置 感覺這個有夠油垃圾 他就變成會談了 所以官員是不是要面試 來看看他這個 我覺得太難了 這個比去查一個年輕人 是不是適合當醫生 我覺得困難度更高 而且你這樣一查的結果 本來就沒人要當的 更加沒有人 我覺得這個是整個社會 整體的風氣 還有整個社會 整體這個教育過程中 對自己的修為 這一點我覺得現在 這個什麼中下階的 尤其是地方的 這個已經變成污索不貪 你想我們台灣在全世界 這個貪腐的排名是不好的 這些資料是誰報告的 是外商 所以連跟外商打交道的也貪 要不然我們的名字排名 怎麼那麼差 所以這個病是很重的 江院長這個做法是不夠的 就位 不要把肅灘最後搞成是鬥爭的工具 你也不要把肅灘讓我們現在 已經夠沒有效率的行政效能跟效率 再把它再拉下來 所以我還是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與其人質還不如回到法治 你只要把財產來源不明罪 讓它徹底的 徹底的可以落實 你哪一個官員 你本身可以 你本身怎麼會有這樣的方式呢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消費呢 怎麼可以坐得起這樣的車呢 你就可以去查他 主動可以查他 否則你如果沒有一個法治做基礎 你要靠人力的方式 到處用狗仔一樣的抓 是抓不勝抓 越抓越多 越抓越亂的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在這一波 就這樣一話 接受專討裡面 他剛好就是像鴻暉所講的 就是上任大概100天 白日要維新 如果沒有維新 白日就是民間在做白日 真的 你就是很 對不對 你準備升天了 但是大家看 你其實是有兩面的看法 就是說經濟壓平 鼓勵國內的消費 那要拿出實際的東西 不是像鴻暉所講的 那些標題都很空洞 那樹灘呢 樹灘當然是好好的樹 剛剛邱毅提到的 就是我的法令 陽光法案 財產來源不明 為什麼不定得更嚴厲 然後剛剛沈大佬提到了 你地方的這一些 灘的那麼厲害 為什麼地方被抓到了那麼少 每個人去坐的那個位置 本來不想灘 不灘都不可以 那這些因素零零種種 其實就是 心力之外的除弊 我們今天謝謝你收看 接下來新聞衛總會 您現在收看的是 TBBS無線衛星電視臺 現在為您播放的是新聞業總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